我觉得我跟哈利老师在这里还挺有默契的 就是我们本来这个就是角色就需要有拉开一点距离感 所以我们俩虽然之前就是沟通特别多 但是自从拍戏开始就很少就是去去聊天 我就获了最佳 感谢感谢 但是对我会在 我觉得很棒 我觉得这点是咱俩还挺像的 就是很积极就可以可以先忍耐做别的事 你最近很忙 所以你才没跟他一起来呢 是他要忙吧 我不想转学了 让我回原来的学校吧 胡闹 在聊聊当时我们拍片的 我觉得这个放在最后聊 也不叫一波多折吧 就是就是经历了时间比较 先是我们分开去有时间嘛 然后 我说那时候差点把那个剧本给就是扔掉 差点忘掉了 然后后来就call back 然后call back就叫我们一起来看 是吧 是的 不过那时候就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转折 或者说一个阶段吧 就之前有拍的一些 就是没有 其实各种原因就没有那么深入 那这个片的话 一个是 因为是call back一个鼓舞嘛 对我来说一个鼓舞 原来可能好多的时候也 未必经历了call back 就是大概爱看可以 然后就定了 没有那么多 那么多程序 然后这次call back就觉得 这个剧本本来我就有看 觉得还不错 然后又call back 我说 我得好好去准备准备 我这个心理旅程跟你还蛮像的 就是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就有相互有这种感觉 后来我们就约你 我说有时间我们先准备一下 准备一下 开小灶 对对对对 然后跟导演提了好多问题 对 大概把这个人物啊 这种背景 其实对当时的故事的那种背景 对我来说还蛮意外的 就是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也活了一大半辈子了 其实我没有知道就 就是那么多这种家庭 这么多这种爸爸 明白 应该是蛮普遍的 但是就是你要去掌握 或者了解这个背景的话 我觉得就不是那么简单吧 我觉得 是不是得给观众朋友们讲一下 是关于出轨的 他们也不知道 大概大概可以讲 你来讲吧 就是讲就是算是父亲的一些隐秘的小秘密 然后就是但是对这个家庭非常的不公平的这种秘密 然后然后被女儿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 然后但她其实我觉得是很倔的一个小姑娘 然后被她发现了 然后这个时候她也不想跟她爸去理论 就是刚好是在我觉得是在她的一个人生转折点 她要去选择上学的这么一个事的时候 然后碰到你这个事情碰到她父亲这个事情 算是撞见了吧 挺尴尬的 然后然后她又怎么去面对这个事 她是就是选择假装不知道 还是说就是去面对这件事 我觉得其实最后她算是挑明吧 就是肯定算是挑明了 就是那种一下子就是扔在你脸上那种感觉 嗯做了一个决定 嗯 然后最后又嗯一个通过自己的方式 然后把她是叫消化吗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是她成长了吧 就是她她算是其实算是蜕变了 就是呃因为说实话 我觉得之前就是我我个人对这个角色感觉 我是觉得她是算是比较乖乖女的这么一个人吧 就是不管她内心里面 就是比较纯比较单纯 对就是虽然内心可能是有一点像她跟她爸耍小皮一下什么的 这些都有 但是其实她总体来讲 我觉得她初期是是愿意听她爸爸说这些东西的 直到说她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 她突然觉得这个有点就是好像有一个有一丝裂缝吧 然后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东西 然后同时就是整个我觉得这个家庭可能对她来讲 就是一下子是有这么一个很大的crack在那 但是她不知道要怎么去去处理 然后最后我觉得嗯 对这是这是我这个角色的角度了 也不是整个片子的角度 然后这个本来这个片子就关于你 女主戏事比较多 成青少年成长片 哎我们还要提一下这个获了最佳 哎呀 女演员 没就是那个感谢感谢 但是对我会在 我觉得很棒啊 就是你看获了蛮多奖的 那个DP导演都有 对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对对对对哎呀我还得努力 我还得努力 主要是这个这个问题是怎么样 因为不是男主的戏 男主戏不是很多 我刚才就是才讲了一点 就是说我对这个戏的准备很想把它演好嘛 但事实上确实是还是蛮有就是差距的 我我那时候也是刚开始拍戏没多久嘛 我是那时候是二月二月份开开开始拍了 我是在在头一年的八月才开始拍片 然后拍了几个片 心里选了我 那我其实是心里有点忐忑 然后又很开心 所以为什么要就努力一下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拍摄的时候就拍摄之前做了很多功课 也我们也做了很多次嘛 对 然后真正在拍的那六七天里面 其实我每天我都是挺那个 就就不知道做的怎么样 然后就觉得还还还不够 还不够 我也有这种感觉 我自己看我演的时候 我也是就是就很尴尬 其实我觉得你还是 很就你演的东西很很干净 谢谢谢谢 对 你像我我 就是想要去怎么样 但我会觉得好多东西可能是在多了 或者说是不确定 你就说好多东西 我有感受到你那个那个状态 然后当时我是觉得就是 我能感受到是一个是 我觉得好像是这个口音这方面 当时你好像就是有很大的这么一个 就是困难要迈过去 我们在rehearsal的时候我就感受到 对 包括我说话是一直 包括我现在我们录节目 我我每次剪我的节目的时候 我都会有遇到很麻烦的问题 你知道吗 我这句话的结尾 那个词会跟头一个会扯得很近 就是其实应该是按理来说 我一句话说完 嗯 然后再下一句话 我往往是前面这句话 没有说好的同事 就下一句话的头又扯上 但是我有看你那个 你那个视频 就是讲说那个张颂文的那个口音的那个 就是然后我当时一说 我说这个确实是其实挺难的 因为我是东北口音嘛 我很难去假装成一个南方口音 我没有这个 但是就总体来说 对我来说北方的口音 再怎么就是比较 普遍 普遍就跟普通话各方面 对所以说对你来讲很难 因为我这我这特别北方口音 然后然后就会凸显出来 你南方口音更更明显 然后然后我觉得当时就是特别 我觉得我也能感受到 因为你你那个角色确实你是一个 就像就Cindy也说 就哈利爸爸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就是他也跟你讲过嘛 对啊 就是说 就是想让你有的时候有一点那种那种感觉 但是其实我觉得后面那个结果 我觉得他是满意的 因为因为说实话 有的时候反倒就是长得比较老实的人 做出来这种事情 你是最意想不到的 对不对 所以说 对所以我觉得他 你从那个角度看 他也是有意思的 对或者是 就就无意间就是说 制造了这种感觉就是长的 对 更深 也是很有意思的 对对对��o 然后这次跟那个Violet的拍戏的时候 她很喜欢你啊 她也帮助我很大 我拍戏的过程中 就是起到一个比较大的出镜的话 一个是那个Cindy 然后这个 Violet 对对对 她也是不断 她鼓励我很多 她说你不用担心 她说你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去想这些 对对 她很能理解你啊 因为你们都是这个 就是她是 我记得她是广东的 我跟她是同一个地方 就是我在那边待了很久 就是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就在中山 跟她是同一个地方 我也蛮欣赏她的作品的 我看过她当时申请时候拍的东西 然后我当时就哇你好棒 因为我们是我们也是做那个辅导的时候认识 我是当时我们那部戏是 就也是AFI的一个片子 然后她是也是制片是我的朋友 然后第一辅导是我已经合作过很多次的一个 俄罗斯籍的一个女孩 然后然后她是第二辅导 因为那个制片说第二辅导必须要会讲粤语 因为我们那个cast基本上都是要讲粤语的嘛 然后然后后面就是我是second second AD 然后当时我还中暑了 她特别照顾人 我觉得就是她没有说那种 哎 虚海温暖 但因为她也要去工作 但她就当时就 就我觉得她很有担当一个点 她就说没事去休息我来 然后我就觉得 哎就是看起来 她看起来是一个温温吞吞一个男生啊 然后但是那一刻就说你不用来了 我来我觉得很有担当 然后后面看她的片子也能感受到她一些成长痕迹 其实我们是在拍前 我们沟通比较多 然后拍摄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沟通 然后一个是我在想我自己的事情 另外的话我想这种 太熟了就好 对 这种关系本来也是确实是挺挺变得很陌生的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因为我在我们就说你来美国上学嘛 那在那个之前我在国内基本上都是工作工作 就是就是甚至买了把家都跑在一边了 对对对对那种就是对你是没有太多照顾和沟通的 然后再加上你现在又来了美国 然后我是其实过来弥补 对对就是那种感觉 这个年纪也很尴尬嘛 就是女孩是处于一个青春期 然后他跟父亲要去就是去讲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我跟我爸就是在相处过程中好像还还蛮少这种东西的 我是会跟我爸讲的蛮真实的 嗯但是就是就跟你真实的性格是有差异的吗 有有有但是但是虽然有但是就是有一些东西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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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对但毕竟是这种嗯嗯 父呃妇女肯定是会有一些那种首先性格我觉得这个就完全跟我不一样 我是那种就是就是呃如果如果知道了可能我我如果发生这种我会假装不知道 哦对我不想去跟他去因为我会觉得说他他很在意他的这个形象 嗯然后我就觉得说算了吧就是我跟他对刚我也没有办法 嗯为其他人去争取到什么我真的有想过这个问题 哦我觉得我一定不会去说出来 但是我觉得这个角色是这点上是很勇敢的 就他是眼里容不得杀的 其实比我的性格感觉更敢爱敢恨 对对嗯 你看我们拍了六天拍了五六个location 对对拍了蛮多地方的 嗯然后最后一天的话我觉得你是最辛苦的 那天我真的我后来我都就我我都 我心疼的是吗 我我鼻子酸酸的那种感觉 明白明白其实其实那天很搞笑的 本来嘛我是呃就导演非常非常就是在意我这个会不会着凉什么的 然后他就说你必须要穿那个防水服 嗯然后要保暖的那个的 嗯然后带着很搞笑 我们当时去那个商场 我不知道我跟没跟你他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个事 嗯当时那个租赁的那个店的店长啊 嗯很奇怪的一个一个男的就是他就是就是那种 我们跟他讲了我们在很reasonable的跟他讲 然后cindy也是讲话蛮蛮细软的一个感觉嘛 然后也是在跟他谈这个事说能不能说给我们多一点时间 让我们七点钟来还 然后七点钟之后来还 就是因为我们七点钟rap 本来已经确定要租了 对对然后是最后只租下来了一个那个长的嘛 因为那个短的就是呃就是短的那个就是他们只有他们家有可以租 嗯然后当时我就生气了因为我觉得他的态度就是非常的奇怪 就是就是完全油盐不尽 然后我们说多给点钱也ok 但他就是反正很凶很凶 然后我就我就是那种就是如果你凶我就一定也会就是就是给你表现了 然后我就我说不要了 我就直接跟当着那个人面对cindy的时候 我说cindy我要我就直接下水 我说我不我不要在这坐 我说什么人啊 就是感觉有点欺负欺负亚洲女孩吧 觉得有点那个意思在里面对感受不好对感受非常不好 然后我就我说你我你可动着 然后然后那天就感受到就是自己有的时候这个性格强硬要吃苦的那种就要吃亏嘛 但是也还好了也没有特别那什么 因为我经常去下海去重浪我特别知道我我都穿 那个时候我都穿五毫米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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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装 嗯那你其实你看你就是穿着就是短裤呃短袖下去 我真没想到会那么冷非常冷不是不是其实就是 如果你是很短时间下去就上来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对对只是你当时你那个决定下去的时候很重要 但是你上来很快你就没事了嘛 但问题是你得等一条不行两条三条 然后还有石头还刮刮到手啊这个 那那个是浪太大了 对就是有浪嘛都不想玩 那我去冲浪我是玩我我本来就开心我这个过程感到我冷我可能能抵消掉 能抵消是吧你这个就是没有办法 呃你对电影再热爱那那么长的时间你是没有办法 这还挺有意思的因为觉得也算是过了你就会觉得那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 对对对对对如果可能你我们后面还是重拍了你知道吗 我们后面有一天去补拍了那时候说了不是说后来不用拍了吗 没有又补拍了然后我还真不知道那一次就是就是短的长的都背了 然后但是对我不我不确定当时 但后来那个画面用的是有用那个都有用 有用啊都有用应该看不出来穿了 嗯有其实已经我我还跟导演讲了我说我看到我那个露出来了 就是这个对于观众来说看不出来 对但是他说就是太太快了没有人会去抓那个戏 哦所谓的 然后好好 那天是反正那天我是没什么戏了就暗边 我能感受到你当时很照顾 就是因为我们我们前两天我们是 我觉得我跟汉里老师在这里还挺有默契的 就是我们本来这个就是角色就需要有拉开一点距离感 所以我们俩虽然之前就是沟通特别多 但是自从拍戏开始就很少就是去去聊天啊 我就更多跟我那个美术老师还有那个就是化妆老师可能聊一些别的事情 然后然后更多时候我们俩就也在各自放空嘛 就虽然在一个屋就是但是就也不怎么说话 对然后然后后面呃就是那天的时候我觉得是终于就是说可以不用再去崩着了 已经已经过去了就觉得还挺还是能感受的 没有对手的 对对 这就整个剧组其实大家都挺nice的 就是都挺挺照顾我的 我觉得我也没啥可抱怨 对蛮值得记忆的就是你所以我那时候就拍了几天的那个视频剪出来 剪到最后我我我用那个航拍的你的视频啊我就看到 哦你有航拍吗 哦不是是那个航拍的就是那个lens航拍的哦 哦他那个呃发给我然后我剪到那个我的vlog啊 呃原片好像原片后来没用哦对对对没用 你要的话我给你那个拍的 我就配上音乐然后又看了我都挺感动哦真的哦 我也想看看我给你我给你嗯他都没有给我发 没有是我问他要的啊 我说我我要剪那个对对对 嗯所以那是个蛮美好的记忆 然后拍出来之后看了呃我的部分啊 就是还是就是觉得还要再努力一点 但是总的整个片来说就还不错 然后也获了不少奖嘛 确实对于cindy来讲还是挺挺好的一个作品的 对我其实是觉得我其实觉得当时能感受到就是呃 其实你我觉得你演的还是挺好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最难的是在于就是一个是演员配合 就是可能就是这个是因为如果你一定要说外形一定要长成什么样子 那个很难的就是你你那就人就长这个样子没有办法去改变 嗯然后但是我觉得当时我觉得你给到的东西已经很多了就是像 就是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一不一定是出轨这方面的东西而是就是这个秘密这方面我觉得对于女儿的隐藏其实有但是其实 就是阻止我觉得还是从你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你这个人物的那个那个感觉是我怎么面对他然后我其实我觉得当时是能感受到你对这个女儿还是有爱但是你不知道该去怎么面对他嗯就其实像你跟我讲的你跟你 你女儿也有一些距离这种对是就有时候确实找不到什么方法就有时候跟他开玩笑他也觉得其实不好笑他觉得你年纪大了开的不好笑你说什么到到那个年纪了马上我觉得再过几年就好了吧对可能需要等他对理解我了他还在那个be cool girl的那个阶段 是的是的挺有意思的嗯当时我们还有一个照片我不知道哈利老师到时候会不会剪出来我真假女儿的那个合照哦对对对可以可以放既然你说到了你就放在那里对很有意思当时哈利哈利老师的女儿也来那个现场哦那个是因为那个卸妆卸妆高对你看当时我我用了我女儿的然后同一个牌子跟我的是一样的所以我拿错了 是吧是我拿错了拿了你的是的是的然后后来让他带过来他刚好去那边我说拿过来然后就见到了同一个牌子不同味道然后但长得很像对我来说就是一样哈哈哈我应该怎么总结呢我觉得你是一个就是还是很积极就是你知道你想要干嘛对对我觉得这点人咱俩还挺像的哈哈哈就是很积极就可以可以先忍耐做别的事但是 我们下期再见